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上星期五 跌至1.46% 现在又跌至1.56% 你觉得接下来如何从债息去捉住增长股的趋势 首先谈谈相关性 刚才提到2月至3月底 那段时间债息升得最急 由1.76% 升至1.76% 那段时间增长型的加价型 SPYV 抛离最小 升了12% 而增长型是没有变过的 反过去到刚才4月 4月1日就开始由见顶回落的债息 到4月25日就落到1.5%的水平 那段时间就反过去看 SPYV 即是增长型 就跑赢了价值型 反映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留意债息 如果你是玩开科技股的话 债息升的时候 你要小心做好风险管理 反过去债息跌的时候 可能就会受到科技股 或者增长型股票 或者我们叫做新经济股 有些人说 其实它慢慢升 没事的 你慢慢地摊长2个月 升到2厘我都不怕 但是问题是很短时间内走才有冲击力 是不是呢 这个也是的 是吧 我们都刚才说到 债息就算去到2厘也不是很高的 只不过前段时间 由2月到3月底 2个月升了这么大的幅度 市场是有点害怕的 是担心膨胀等等的 那接下来我想慢慢地开始 经过这段消化期 一来七六去到现在 消化期之后 那个敏感度可能会低了一点 不过 我想大方向都会升到上2厘左右 这个应该大家都预期了 最好预期了 到时候冲击都不会这么大 对吧 起来